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观众往往都没有看过都会觉得很新鲜 看过的也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非常有趣 很有薪资的一种做法 那在这么多次比赛以后 是不是他们的这种创新的点子也非常重要了呢 其实这个所谓创新的点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四队都在力求进一球进一球进就是进步 那每一次的比赛里面 刚才我就讲了 就是要先自我比赛 你这次比赛是能够胜上一次的 那个是重点 那当然你还是要对外 就是以这队来讲 以上次的水准跟现在的水准来看 就是当然因为我身为一次他们的教练 所以我也有一种感觉 那我觉得他这次的比赛里面 他的水准跟上次的水准 只是说还是没有特别进步到 他最在表态这方面 他就做到比其他对我充足的很多了 而且非常干净 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因为你太脱离带水的话 给人家感觉就是闷 那么你这个闷不单是给观众的闷 你给裁判的闷的话 那裁判在下风那边的时候 就会给一些颜色你看 那你看到现在我们看到 那有些小小的动作很自然的就能够把观众的心态都吸过去 牵动起 牵动的心 你别看这个动作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和一个很慢的动作 其实它里面他们要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 他们也是下了很大的恐怖 那在裁判来讲啊 这以评分的章才来讲 你能够做出这样的动作 就是能够达成某种难度 并不是以速度的方式 而是用形态加上技术的那种动作 也有像他的分数 作为一个运动员在美式的表表演里面啊 你一定要把这个内容深深的了解 比如说这个故事里面要表态的是什么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就是这头诗 你要告诉人家 由这个诗头来表态 不是用口跟人家讲的 是在我怕 行动 我要试 我要语 有时小小的一个动作 就要就把这种轻易的告诉人家 而且怎么塑造这个诗的性格是吧 对 如果能够把这段时间呢 在浓缩下会很好 站在排阶上 你感觉是很长 但是有时候往往要将就运动员的那个休息时间 所以是没办法这下的办法 他们的平均点呢 这个是凌空戒律 所以这点都不要含糊 并不算我大力 我能够把你提起来 捧着过就是好了 好的 那你觉得他们完成的怎么样 对他们完成的很很顺利很顺畅 就没有给人家感觉说我 靠我的力把他提起来 像走走走走走过去 那个完全是一七二层的动态 有时候作为一个50的运动员 也要会懂得偷才能够很适当的偷得很完美 怎么说偷呢 比如说现在他站在这里这样 其实给人家感觉 如果是以公家来说 这个公家是不漂亮的 这个公家是不漂亮的 那他会用他的手法 以及他身形 把那个石头再这样 把它平均一下 那他就能够偷得很明亮 那基本上 就是一种翘曲 对 翘曲 所以我是说这个偷啊 也要懂得偷 那你不懂得偷啊 偷到直直的话 给人家感觉是 哎 这偷是 就是以我还跟我讲 mou ma po 人家讲mou ma po 那一类的 有很多师队 都在玩同样的动作 但是这队玩起来比较 简单净 磊落一点 三观ve 二 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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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的比赛里面 以难度的那种表态呢 他这队是比上一届的比赛呢 还减少了一些动作 那就是这个思维 他的脚裸这里已经受伤了 所以他在之前 他们都也商量过 这招不完 是否可以 那么在他们那边就是 不要太勉强自己 但是要把它做最好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个 难度减少 但是不要捡到太没有东西看 还是要有一些技术出来 刚才那个是他们故意变排的吗 那个脚下面还塌了一个叶子 他就是好像感觉上是 这个思维找不住这个食物 然后拿来 闻闻一下 享受一下 然后才慢慢把食物这样 也是一种更 对 对 是指的这个表现 用片排 更多元化的一种片排 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表现 是整场的 总不能够办场过后 开始就有累的感觉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 会影响你的分数 因为裁判的眼光是很利的 很锐利的 一看就知道 你整个表现里面 并不是能够很 由头到尾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运动员都讲 诶 你们要怎样表演 要怎样累怎样死 等回来才死 好了 你不要在现场就给我老 老了 他们那种精神就是 站到最后一分一刻 他们都是要分秒必争 才是有那种体力的精神 完成吧 不能够说现在我完成了 我就要有一种累的 表现更加 哎呀我很累啊 我告诉你我很累 我如果是不需要的 你还是做给他最好 我们拿了九点二次 比前面都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对 我说对 他愿意